台北市英文獻館 我們邀請到台北市英文獻館的王老師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這裡 L-O-V-E彩虹橋 聽說 老師聽說這裡以前叫做 錫口 現在是松山區的 旁邊就是 老河街觀光夜市 老師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地方的歷史嗎 好的 本來這邊是 原住民在住的地方 然後 因為基隆河 它是彎彎曲曲的 那 平埔族的人就叫這裡 叫做 因為 明末清初的時候 明末的時候 就陸續有漢民族過來這邊發展 到清朝的時候 發展得更 更新盛 那他們認為 馬里錫口太長了 所以他們就改成錫口 那台語叫做 錫口 後來 日本人來了 他覺得 錫口 這兩個音 在他們日本話 是覺得很不雅的 那他們就 那時候剛好1920年 他市區改正 他就要改所有的地名 那他一直想不出 我這裡要改什麼呢 然後當主事者 他就想到說 他們的故鄉 那個美麗的風景的地方 松山 那我乾脆來這邊 取名叫做松山 以前以為說 松山是這裡松樹很多 其實不是 是日本人覺得 他想到他的故鄉 松山 所以把這裡取名 成為松山這樣子 然後原住民 幾乎都被漢人 趕到戲子的張樹王 這樣子 對 然後這裡 後來這裡 就幾乎都是漢人的天下 是 了解 那老師可以跟我們 介紹一下就是 剛剛您說的這個地方 它為什麼會現在變成 是叫現在這個地名嗎 那這裡 它以前也是 曾經是 非常的繁榮的地方 對 因為在早期 很多地方 它是沒有鐵路 沒有公路 它就是要靠河運 那 那時候那個 大部分都是從淡水河 大陸是從淡水河進來 然後如果要去基隆 或者是宜蘭 隔馬河 那就要靠我們這一條 基隆河過來 所以 他們就會經過我們 錫口這一邊 再到基隆 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時候如果從我們錫口 要到基隆 要多久時間 一天 用一天 對 所以他們就是 走到這裡的時候 剛好要休息 所以他們就晚上 就是在這邊休息 然後買東西 或者是 現在講的說什麼 有深色場所 對不對 然後就變成很熱鬧的 那個一個街道 那 再加上金瓜石 那時候不是 聽說金瓜石的那個 金就是在我們基隆河 發現金沙的 然後那個 所以就變成 也那邊繁滑 也造就我們這邊也繁滑 就是在那邊挖到礦了 賺了錢然後來這邊花掉 對 是 所以我們這邊就變成 在 其實在清朝的時候 就有 小蘇州之稱 是 就是表示我們這邊 非常的環溶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這樣子 是 那所以老師 你說這裡以前是渡船頭 對 所以就是來往河的兩岸 對 所以以前沒有這個橋 對 以前都是靠著那個 渡船這樣子來往兩岸這樣子 對對對 沒錯 那 在我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這個渡船呢 還有在營運 那那個船夫呢 他們他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熱鬧 然後對岸呢 他們要採買 也要坐船過來這邊採買這樣子 所以 其實那生意還是不錯的 就這樣子 那個 然後 以前 其實現在的基隆呢 是整治過的 不然以前是 就是 有些 金色的那個沙灘 是有金子 還是說是很乾淨的 很乾淨的 顏色 對 所以是沙 是沙子 就不是石頭那一種 對 大部分都是沙子 所以老師你小時候 這邊就是金色的沙灘這樣子 對 還沒有污染到現在這麼嚴重 其實現在 有比較乾淨了 我們有污水處理 有比較乾淨 不然有一陣子是 那真的是很臭 然後又變成黑的 你看現在就很乾淨 好 那你現在可以看看 那個水面 它的流向流到哪邊 是這邊還是這邊 是往那邊流嗎 對 那你覺得現在是 要流到哪裡去 流到哪裡去 那邊的話 是 它就是流到那個關渡 跟淡水而結合 這樣 然後就出海了 所以現在是 我們講到海 所以有沒有想到海浪是怎樣 有 漲潮 跟退潮 對不對 對 那 所以呢 你覺得現在是 是漲潮還是退潮 現在 應該是退潮吧 答對了 所以它水就會 就是流到海裡面去 那才可以流 那如果漲潮呢 它會倒光回來 對 是這樣 對 然後那就會 往這邊流 那會流到哪裡呢 流到 再往上流 對 那你覺得它會 它會一直 我們講這個基隆河的源頭 它是在那個平溪 然後 它就是 然後沿著八毒就彎過來了 有人會說 這個基隆它的源頭是在基隆 其實不是 它是在平溪 那我們剛剛講到那個長潮跟退潮對不對 然後長潮它就往回流 那你覺得它會流到八毒嗎 會嗎 你說呢 會流到這麼遠嗎 你可以以地名下去想想看 細紫 答對了 原來 原來叫細紫 是因為說是這個河口的潮汐 然後它是一直到細紫那個地方為止 對對對 然後古代叫做水繁甲 水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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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你 就是我們現在還看得到 這樣子的潮汐變化嗎 當然會啊 現在就是退潮 那你如果說 它那個水面越來越高的話 它幾乎越來越高 它就是往那邊流 喔 這樣會 對 了解 想不到真的是 就是我們真的要實地走一遭 才有才知道說這個地名 為什麼會是有這樣子的典故 對 那講到說地名 有時候我們會了解一下歷史 像妳知道前面這是什麼橋嗎 黃色的這一個 這個我對不清楚 它是麥帥一橋 然後再過去叫麥帥二橋 那為什麼叫麥帥呢 它是那個 因為麥克阿瑟 對 對對對 是因為麥克阿瑟將軍這個人的關係 是 那個 其實我們最早的一個快速公路啊 就在我們這邊 就是 這個 它接過去的 現在有一部分就被規劃為中山高速公路 那那時候 這一條路做起來的時候 要做的時候是因為美援的關係 美國援助我們 蓋了這一條馬路 那為什麼要取名它為那個 那一條馬路呢 後來我們就取名為麥克阿瑟公路 是 那為什麼會取這個將軍的名字呢 因為那個 第一 他是美人 然後第二是 因為麥克阿瑟將軍 他是我們 很友好的將軍 在那個 英國39年的時候啊 那個 其實美國他好像 要放棄我們台灣了 是 那剛好麥克阿瑟將軍呢 過來拜訪 那時候又韓戰開始 所以 等麥克阿瑟將軍 他拜訪之後 美國就是 決定了他不放棄我們台灣 就拉攏我們台灣要抵抗 那時候又剛好北韓他們那個戰爭 就是蘇聯過來 所以他要拉攏我們抵抗那個蘇聯 所以就 就不放棄我們 援助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就想說 剛好他這條馬路蓋好之後呢 剛好就是 麥克阿瑟將軍剛好過世 那我們為了紀念他 就把這條馬路呢 就取名叫做 麥克阿瑟公路 可是現在 麥克阿瑟公路沒有了 為什麼 他現在已經 跟那個 南京東路結合 就變成 南京東路 那只剩下 麥帥一橋 跟麥帥二橋 紀念他了 是 是 所以有時候你 地名 搞不好可以了解一下 一點點歷史這樣 真的 是 所以其實 就是在我們平常日常生活的周遭 就可以 其實都有一些 可是我們從小聽到大 不覺得有什麼 他就是叫這個名字 可是都沒有說 只是去想說 他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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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